这里要说明的是什么叫做衍生性金融商品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大豆 那大豆可以制作成什么样的商品呢 这是豆腐 大豆可以做成豆腐 那也可以做成什么 可以做成豆浆 那再来呢 也可以做成豆干 那所以我们可以说 豆腐 豆浆跟豆干 都是衍生制大豆 所以下面这三个商品可以就是说它是大豆的 衍生性商品 那我们以金融商品中的股票 来做例子 股票所衍生出来的金融商品有哪些 认购权证 股票选择权 股票期货 那所以说认购权证 股票选择权跟股票期货 它就是股票的 衍生性商品 所以下面这三个 金融商品 我们就称为 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如果今天标的物是利率的话 那就会有利率相关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 所以它的种类是非常非常繁多的 那衍生商品跟主体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看这个细偶的这个 图片就可以了解 那事实上 衍生性金融商品 就像这个图片中的 细偶一样 那它的任何的一举一动 都是受到 主体的影响 那有时候 就像这个细偶的操控者 他可能只要动一动手指头 那细偶可能 脚手 都会抬起来 甚至做出翻滚的动作 所以说衍生性金融商品的 波动 会比主体 还来得大 波动大的商品 风险自然就会比较高 那也因为 衍生性金融商品有这样的特质 所以我们在投资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时候 要特别重视 风险控管的动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